有一次不小心 就做了一个春梦 你知道 我还记得那个梦的片段 你知道吗 就是 譬如说这是我 这是我 然后我的梦里面是 有一双手 就这样伸过来 抚摸我的胸部 抚摸我的胸部 然后亲吻我的脖子 你知道吗 然后我是闭上眼睛很陶醉 然后我慢慢地转过来 跟他要 接吻了 结果一张开眼睛 看到是美兆姐 我就 对不起 我在梦里还跟他 对不起 美兆姐好像也演过 俠女 真的吗 不要讲了 那个经典 小刚哥不要讲这个 是什么样的戏码呢 不是 我只想问你说 这个俠武艺 她演展昭 男俠展昭的未婚妻 俠女丁月华 那武功一把的 他开玩笑 稍微比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都是女的 不行 因为 因为这把剑 这把剑 这是真的剑 真的 真的剑 因为开封 没有开封 真的 杀看看 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 杀他一刀 就知道真的假的 快点 不是 我告诉你 他说他做过梦到你 像今天把他宰了 我帮你 快点 我们来 我先帮他 宰了 动手术好不好 这坏小子敢梦到他 动手术好不好 把他宰了 我跟孟婷已经说对不起了嘛 今天 跪下来 不要跪 说 要说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下次再梦到你 还有第二集 我问你 你为什么梦到美兆姐 你当然没有讲清楚 我 我也不知道啊 真的啊 说你是尊敬吗 我是尊敬 还是爱慕 尊敬 还梦中奇人 不是 他在进入 没有关系 我们不要再谈的话题了 我真是想不到 我生命中两个很好的朋友 都跟寡妆有关啊 你快了 你开不醒瓜姨 没有 我特别的开心 真的吗 我问你掌声 你快了 你迟早也会碰到寡妆 然后你会掉下去 瓜姨 我真是魅力 你不看 我敢告诉你 你不要讲话讲太长 我没讲 你今天晚上就梦到杨丽花 你还没说 你为什么梦到没造成 我不知道 梦你怎么能够 不是 你说梦什么 等一下 这个 这个 杨哥还没有听过 我会讲话 好好讲 我们回到座位上 我不逃避 我们就来讲这个话 可以啊 我们所有男人的 面对问题 讨论问题 解决问题 对 所以我也不知道 杨哥没听过啦 有一次不小心啊 就做了一个春梦 你知道 我还记得那个梦的片段 你知道吗 就是 譬如说 这是我 这是我 然后我的梦里面呢 是 有一双手 就这样伸过来 抚摸我的胸部 抚摸我的胸部 然后亲吻我的脖子 你知道吗 然后我是闭上眼睛很陶醉 然后我慢慢地转过来 跟她要接吻了 结果一张开眼睛 看到是美照姐 我就 对不起... 我在梦里还跟她 对不起... 不是 美照有没有说 我不计较 我用了美照姐的反应 然后梦就醒了 美照姐 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 秋文讲出来 可是我跟妳讲 她不能原谅 你为什么不继续 错了 她说怪你 为什么不继续 我真的很难理解 对啊 对 你要讲为什么 因为俗话说得好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假的 真的没有嘛 我晓得 我晓得 不可能 等一下 如果要讲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那天 美照姐的女儿 有来棚里面 我看过她女儿 我见证人 非常的漂亮 漂亮 没有男朋友 完全没有男朋友 对 永远没有男朋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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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说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暂时没有男朋友 对 对啊 目前还没有 很可能就是这样子 就是觉得 你就直接摸她女儿就好了 那更远的你过来一下 怎么样 你居然笑笑美照姐的女儿 你还是人吗 好了没啊 好啦 今天到此 美照姐春梦世界 结束了 对 只是玩笑一点 你如果再梦到一定要讲出来 我梦想都会鬼咧 你一定要讲 我梦到林志玲我都不会讲 我懂了